好 下面的几首呢 我用念的 我用念的呢 然后我们来看看同样是这个农村词 请各位看那个浙古天 浙古天第一首 叫什么 游儿湖 游儿湖 然后就醉书 喝醉了 就在那个酒家的墙壁 写了这首词 注意哦 那个酒家不是我们现在那个酒家 我们现在讲的酒家不太一样 春日平原 季菜花 新耕雨后 落群鸭 多情百发 春无奈 晚日清廉 久亦奢 嫌异态细生涯 牛懒稀盼 有桑马 亲群搞妹谁家你 去衬缠生 看外家 这个很好玩 春日平原就是春天到的时候 整个平原呢 长满了季菜花 季菜花是什么颜色 黄色的 蜡黄色 有没有看到那个小鸭呀 小鹅啊 小鸭子生出来那个 那个鹅黄色 所以你想象那个整个平原都是鹅黄色 我们看那个季菜 美不美的一个形象 美得不得了 然后呢 所以平原一片的季菜花 然后呢 新耕雨后 落群鸭 那个春天嘛 是不是播种 插秧 是不是翻土啊 然后又一场春天的雨会下的很大嘛 春雨 这个大气啊 这个气候自然 他们季节是很自然的 什么时候春耕之后 他就会下这个春雨 所以我们现在是把自己把气候给弄坏了 所以新耕雨后 落群鸭 群鸭是什么 是不是乌鸭 乌鸭飞下来 为什么 因为里面翻过来是不是有秋云啊 种下去有一些小骨啊 小骨类啊 或什么 他是不是下来找食物 他在找虫吃嘛 翻土之后 土里面有没有小虫 OK 好 平原啊 春天 春天是一个绿色的 平原上是蜡黄色的继菜花 然后雨后的一个那些草木是不是很清脆 鸭是什么色 群鸭黑色的 所以有这个田中的鸭 然后呢 多情白发春无奈 多情白发是谁 多情白发 就是说那个头上长的白头发是谁 是耕田人家的老手 老人家 春无奈 也就是说这个春啊 春无奈 本来是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家宣有一首 今天没有时间讲 春天啊 每年一季春天 大地春回 枯黄的草木会变成绿色的 人生有没有二度春天 这个斑白的头发能不能再来人生一度春天 让你的斑白的头发 你说有啊 染髮剂啊 那是人工的 我们讲的是自然的嘛 对不对 染髮剂 染过的头发还是会变白啊 所以说春天啊 春天啊 无奈 无奈 人生的春天过去了 白头发是无法染成像什么 像大地那样的墨绿色 也就是说青年的 说大地啊可以使 春天可以使大地换颜色 但是无法使白头变成墨绿 墨黑的 所以叫做什么 多情白发怎么样 春无奈 懂得没有 就是说春无奈 无奈使什么样 使春天纵然多情 无奈无法使白发成为墨绿色 所以这句话是指 指田家的老人老手 晚日青年久亦奢 晚日是什么 夕阳西下 所以什么色 金黄色的 然后呢 酒家呀 卖酒的人家 挂了一个帘布 青年 青色的布 青色的布 写一个 木桶窑植 杏花村 借问酒家何处游 有一个什么 酒旗嘛 是不是 我们一个 是不是这样子啊 写一个什么 这叫什么 酒旗啊 所以那个酒旗是什么色的 青色就是提示是墨黑的 然后呢 傍晚的时候呢 那个什么 那个酒家挂着那个酒旗上面挂着那个酒 一舍 舍是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舍是什么 你绝对 所以你要写中国的东西要写越多 舍的本意是多的意思 所以 舍是什么东西啊 酒舍是什么 是 酒很多 我们讲叫路舍 然后路还要给他舍啊 然后借嘛 借酒嘛 喝了酒 不给钱 叫做什么 舍个酒吧 路舍是什么 路很多 就是路很长的意思 路长叫什么 路舍 所以酒一舍呢 是说酒很多 所以可妈 那个酒家 卖酒人家的酒很多 所以傍晚去干什么 咦 耕田的耕耗啦 是不是 祭菜也长得很好啊 傍晚干什么 relax 后放松 去干什么 喝酒去 喝酒去 这个卖酒人家家里的 那个酒很多 可以干吗 去云酒作乐 OK 贤义态 细生涯 什么叫细生涯 就是小生涯 就是小生涯的意思 细是什么 细小细小 小生涯是什么意思 我们做这个小本生意 可以求温饱的生意 我的生意做得很小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悠游过日啊 所以叫做 因为阴是细生涯 所以呢 就可以叫什么 贤义态 贤义态就是很安闲 很悠闲的 悠闲 所以说细生涯 所以叫做贤义态 什么叫义态 就神意形态 神意形态 我的形态 OK 那怎么样呢 牛栏西畔有桑麻 桑麻是什么 种桑种麻 桑树 桑树养残 麻类麻衣 所以就有衣服穿 牛栏 牛是来耕田的 牛栏的旁边 那边种了好多的桑麻 所以这夫人家 基本上的生活有没有缺 有 田嘛 前面是不是田啊 新耕雨后 有没有 祭菜花 是不是有菜啊 然后什么 有衣穿 有食物吃 有衣穿 你刚刚下面还在证明 所以我们是衣食还可以的 所以各位这里 几个色彩 还有祭菜可以干什么 做油嘛 是不是 做油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 是不是一个小康人家 好 清搞 清群搞妹 谁家里 谁家里什么女 根本可以借过 谁家翁老 谁家是什么家 人家女 所以有一个人家的女孩子 人家的妇女 干什么 就是农家女 在农村的女子 是不是一定是农家女 是啊 这个农家女穿什么东西 青色的裙子 搞是白色的上衣 搞妹 所以是不是农家很朴素的打扮 有一群 有一些 有一些穿着青色的裙子 白色上衣的农家女 去衬 去衬就是正衬 恰巧 抓住机会 就是利用 利用什么时候 去看外家 什么叫外家 娘家 娘家 什么时候去看娘家 去娘家走 禅生 听说我娘家生禅宝宝了 就跟公公婆婆请假 听说我娘家干什么 为什么 养伤马 不是有伤马吗 听说我娘家的那个禅宝宝 生了一堆 所以我去看看 长得怎么样 要回娘家 是不是找个借口 还找个借口 什么借口 所以我们家的禅宝宝 听说生了很多 今年的禅宝宝 吐丝吐得很好 我回去看看 所以有吗 重伤马 所以可见有没有禅 然后回家 是不是要稍微打扮 穿怎么样 剪那一套 再怎么漂亮 也是很朴素的 清巡 辛勤搞媚 是不是要 回娘家说要再找个借口 找个借口 各位 各位你要看这里 这里有几种色泽 这首词是不是充满色彩 首先 平原一片寄菜花 是什么色 蜡黄色 田中的群鸭是什么色 墨 黑色的 耕田的老翁是什么色的 头发什么色 白色的 村落的酒家 有没有 晚日是什么色的 温暖的红色 温暖的金黄色 那个酒家的酒期 村落的酒家酒期 什么色 青色的 然后眉妇人家 过着那个村路上的妇女 村路上 是不是妇女们来来玩玩 打扮的夫棚一半 走我们要回去干嘛 你要回娘家 我也要回娘家 我家的残宝宝 今年生了一百只 我们家一百零二只 等你多两只 是不是这样 一路吱吱喳喳的讲话 看看 这像不像一个农村生活 很农村的 农村生活 一看就知道 所以叫做 这一面看起来 我们家是什么营业 是戏生涯 我们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我们戏生涯是什么 我们是种 寄菜花的 我们是养残人家的 我们是种田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过得 过得 贤义态 了解吗 我才能过得贤义态 是因为我们是 戏生涯 所以我们是什么 贤义态 可以吗 这个就是 这是不是像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农村词 东坡啊 有一句话叫做 家在牛懒 西又西 所以 新家宣 你要看 如果新气急 没有真正在农村里面生活 他写得出来吗 写不出来 所以他是真正生活过的 那么其实 农村词是从 东坡的晚西沙 就我们来不及讲 那五首的晚西沙词 做一个开端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要写一个题目 其实我早就给你们好多题目 你要写一个作业 能不能写一个农村词的研究 农村词 你就不要 你就把 新年我给你讲的这几首 你就把家宣的这几首 加上苏隆坡的那五首 你去做一个 做一个圆跟流嘛 圆流的比较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好好的那种 行啊 其实我今天都带 我帮你们带着赏戏 好 这是一首 写的好不好 这个就是比较轻松的啦 比较轻松 我们再看这两首 念一念好了 这个念一念好像也不简单 再看这个 积压成群晚未收 桑马长过乌山头 有何不可无方线 要底都无宝便修 心流树旧杀走 去年西达那边流 自言此地生儿女 不嫁宜家便吉聘周 所以积压成群晚未收 这是个副业 我们家的副业 有没有 副业都这么样的丰树 积压成群晚上都还没有赶回来 所以邦晚了 呼呼呼就赶了 积压成群 积压压压到处跑 这是不是一个很富庶的农村 这还是副业呢 到了邦晚了 还没有把它赶回来 所以副业 尚且如此丰盛 何况是本业呢 所以才叫桑马长过乌山头 乌的山头 就是乌吉 就是吉良 乌山头 乌的山 乌是不是这样子 房子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叫乌山头 马都怎样啊 长这么高 是不是长得好啊 所以可见丰收不丰收 所以长到乌吉良去了 我家的桑马 有何不可 无方献 有何不可 就是什么都可以 无方献是 是我最羡慕 那个方是罪 有何不可 就是说 什么都不在乎 不追逐 不追逐权贵 也不被什么 也不会被剥夺什么 不受干扰的 就人生 是什么都不受干扰 我们什么都不介意 富贵与我如浮云 这父子讲的 对不对 枕工 有没有 那个用 没有枕头 也没有 也不用那个健康枕头 用什么 用什么 用手 是吧 用手当枕头 佛陀不是这样 释迦牟尔是这样啊 又邪而握 所以谁说一定要买枕头 这样睡 又邪而握的 所以富贵对我来讲 像福音一样的 所以什么都不受干扰 什么都不追求不攀足的 这是什么 我最为羡慕的 那么要底都无保便修 要底都是要的都有 要底都无也就是要的不多 我们要求不多 是不是很甜蛋 要的不多啊 所以便保修 便保修就是说 所以刚刚不是讲吗 那个小儿干嘛样啊 中儿干什么呀 保便修 只要能够怎么样 吃饱糊口 就足够了 谁说一定要吃鲍鱼啊 什么吃什么 什么燕窝啦 什么吃 我都搞什么叫鲍鱼 什么灵芝 吃得饱就很好了 饱变什么 变足啦 吃是不是嫌异啊 新柳树旧沙洲 本来有没有柳树 没柳树 是新种下去的柳树 旧沙洲 原来那个沙洲是靠近水的 本来就靠近水的 去年西达那边流 去年西达那边流是这样 所以这个去年 这里就有一个 深深眠眠的消息出现了 有一些变化 ok去年 好 好 好